我會披心待熱的笑 我會奮不孤身的切記 遠方煙火越來越唏嘘 你是深求深厚的距離 現場大唱高舞人的歌曲 台北市長蔣萬安在台北最嗨新年城 跨年活動記者會上現唱 直說是高舞人的粉絲 今年邀請到他們在跨年唱壓軸 且有克制獨家的表演內容 所以這一次的跨年 我們特別把威魔再次升級 那當然 看完煙火以後 緊接著我們迎來2024的開始 所以我們特別邀請到高舞人 我的偶像 他們前來特別為台北規劃 克制一首打造的表演內容 另外 當然 高舞人為什麼說偶像 因為我今天早上出門的時候 我太太特別說要跟高舞人講 因為你們成團是在宜蘭 我太太是宜蘭人 是宜蘭女婿 她聽說你們是宜中畢業的是不是 所以她要說他們非常喜歡這個高舞人 我也很喜歡對你們的經典歌曲 不管是愛人錯過 在這座城市遺失了你 披心戴躍的想法 就是今年是第五年主持台北跨年 也謝謝台北市政府 一直以來的信任 對 那我覺得 能夠跟台北市民一起度過 這個很重要的時刻 對我來說是倍感榮耀的 那今年又特別開心 跟TVBS三位 威風拉 一起主持 我也是你們的粉絲 有嗎 因為我們一起來主持就感覺好像很開心 2024台北最愛新年成 威風拉 我聽起來這寓意蠻好的 加了我相信就是威風扶拉 魯拉拉 有一種歡樂的感覺 這其實算是我們 第一次 第一次可以跟腳講約團 沒錯 對 所以我們自己也很期待 因為我們平常都是 三個人 錄音的 對 三個人 或者是可能樂手老師這樣 對 所以其實這一次算是真的不只高舞 應該是 搞好多人 台北市政府也首度在晚會周邊 打造四個不同風格的多元舞台 包括懷念民歌 古典親音樂 搖滾小清新 靜默派對等多元演出 跨年演唱會主持人也蓄勢待發 要為大家呈現一個難忘的跨年夜 我來介紹一下第一個多元舞台 就是我們的復古金曲趴 喜歡聽老歌嗎 喜歡聽民歌嗎 想要懷舊一下的朋友 可以到我們的無星街 台北醫學大學 對面的景晴一號公園這邊 這邊呢 就是主打一個懷舊經典的老歌演出 以及非常經典的民歌演出 而且我們現場呢 也是有我們非常知名的民歌歌手 圖佩晨 佩晨姐擔任主持人 並且現場呢 還會有情歌王子美玉的 王瑞瑜 以及金運獎冠軍 李明德 以及優秀歌手得主 余台燕等 非常多優秀的民歌唱將 陪大家在那邊一起復古一下 感受一下那個氛圍 沒有錯 那第二個舞台呢 它主題就是古典青音樂 那它的地點呢 其實就在我們的市府捷運的二號出口 就是我們的中信廣場 那是用古典融合現代 在現代融合古典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還邀請到跟你很有相關的樂團 對 來自日本的沖縄的沖繩琉球特派少女樂團 還有正美吟唱傳統現代古典樂團 白老會音樂劇之聲 Boco Associate合唱團等等表演團體進行演出 好喔 哇 合唱喔 大家忍不住會為你歡呼 你覺得 對 那麼第三個多元舞台呢 它的主題就是搖滾小青星 那它的位置呢 它是在東區 有點靠近東區中校復興捷運站附近的丁浩廣場那邊 那這邊呢 就是剛剛說到的夕陽經典 然後它會有文青節奏 這樣的風格 有點夕陽搖滾的感覺 那麼呢 演出名單也相當厲害喔 有一位 是在綜藝節目中表現都相當亮眼 大家常常會忘記 他其實很會唱的 是嗎 杜莉 他很會唱歌 對 他會到現場 然後現場呢 也會有演出超過白場的 像是 阿古打 阿兜卡 阿兜卡 阿兜阿 阿兜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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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Tony等 非常多位來自海外的知名樂手 會在現場 給東區帶來不一樣百變的感覺 是的 第四個多元舞台主題為 台北金木派對 剛剛那個市長有提到 就是位置在 市府的東南側的觀察 以金木派對低調狂歡為主桌 有嘻哈 也有花雨滾 西亞白大舞曲等 多樣曲風的DJ進行演出 邀請民眾戴上而進 一起澄清在這個 電 電影的趴的世界裡面 是的 是的 官網傳播局也加碼推出 LINE新好友限定活動 將抽出20名新加入 台北市政府好友的民眾 可惜辦入席跨年搖滾區 鎖定跨年活動官網掌握訊息 記者溫君 台北報導 盟還不知道 會非常非常的好的 盟調 盟調 保安 盟調 盟調